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这什么话呢 这是你的光荣 有欺若辞 对吧 这是你的光荣 对吧 咱们本来是要讲讲文化的 再怎么讲起侯哥老公去了 但文化 侯哥现在干的也是文化创业 产业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发一预告 待会我们给大家放一个预告片 侯哥参与的是中韩两国合拍的一个动画片 25号就要上映了 所以待会放这个视频 但是放这个视频之前 我想先请侯德剑老师了解一下 我们社会里也有别的文化 比如说中国人其实不是不重视文化 每一个企业老板都会说 现在都爱聊文化 都说我们要企业文化 连一个店企业文化 过去讲富士康弄到跳楼了 也是一种文化 对吧 说后来说海底捞 也是一种文化 恨不得员工都是一家子 也是一种文化 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我去过 丹东跟这个对交看见 朝鲜对面 我曾经去过 我还给在这放过一个照片 就是说我在丹东的那个饭店 见到的朝鲜的女服务员 好看吗 美女 你就知道 丙脸也能美 你知道吗 就是过去我们以为 这个大丙脸不能美 其实大丙脸的美女 你们记得 我出过这个照片的 我要求人家 而且很难得 就是人家朝鲜的姑娘 还知道害羞 怎么那集我没看呢 哎呦 你回去找找 找找找找 就是说这些很神秘 你知道当时 就是我在他们的餐厅里 那餐厅服务员都讲 就说这些朝鲜姑娘 就精挑细选的 甚至是高干子弟 才能这个组织的 过到这边来打工 是朝鲜的 朝鲜的 朝鲜的 过到这边 那真叫富贵不能赢 组织上有严格要求 你知道当地有那些大款 老板 拿一闸 人民币 十万二十万 派在桌上 就带他走 小姐看都不看一眼 对 咱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 这个志气 还是很厉害 这志气 真的是 就是说 所以我特别就觉得 不一样 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最近呢 又传来了 丹东另一家酒店的消息 这个酒店的名字 叫阿里郎 那也是朝鲜的感觉 朝鲜的感觉 这个大名鼎鼎的 但是阿里郎的这种文化呢 不知道是朝鲜 还是哪儿的文化 因为传出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呢 最近有个导演 叫高群叔啊 都夸 说这样的微电影 那真是太好了 是吧 但是呢 这段视频 弄的这个阿里郎酒店呢 一个是火了 声音量明显上升 可是这种火呀 他的老板也不高兴 就很委屈 就说 这难道是我们吗 但是网上 引起很多的这个讨论 很多人看过 但是我也给猴哥看一下 就是阿里郎酒店的员工 他们在搞什么文化 我们来看一段 来看一下 起 将前看 我 我们的队霍是 加上加上火队墙 亲爱的家人们 2013年起任的院长就在前方 我们团队充满信心充满自信 有年纪力有孝心力 那我去什么 小刀 小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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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目标 我跟着败 三月目标勇不放弃 面对我二人三月目标 跟着败 三月目标勇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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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每回看都 引起很大争议 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看着这个假如这是 这个现象 但他们比较夸张 但假如背后这个思维 这种管理的方式 是常见的话 你就很容易明白 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 我们自己国家品牌的一些的酒店 的管理服务 总是让你觉得有问题 不是很振奋的吗 恰恰是因为 他并不把员工当人 他把他当军队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一点 服务业要服务的好的服务业 别说我举个例子 很多中国人去法国不习惯 对不对 说法国服务聪明糟糕 巴黎的适应 狠狠什么 但是他们是另一种 那当然他是另一个极端 因为法国巴黎那种服务生 他是这样的 他要你 你要去flot 就你flot这个字 怎么讲 你要勾引他 你懂吗 你要 勾引服务员 你要 服务员要对你施展魅力 相反的 你也要对他施展魅力 这是个意淫的过程 很意淫 这我同意 这是需要的 你要有时夸他一下 这衣服怎么样 他也很高兴 他对你又好一点 他是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概念是认为 我答答你一下 怪不得 我现在那天我还跟徐老师讲 在伦敦 文道请我们吃过一顿饭 后来我还私下里跟徐老师说 我说你看这文道这眼的像 文道 首先他穿了一身 好像福尔摩斯一样的衣服 然后他讲的那是英语 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跟服务员之间 就好像在调情 然后服务员就 那意思这块肉怎么样 文道 就是非美眼 你知道吗 他非美眼 原来是从这来的文道 不是 因为你要了解那种酒店或者餐厅 他们的管理方法 他们是让员工觉得 这个地方也是你的一部分 你人家来做客 不是说可以对你就有钱 就爱干嘛就干嘛的 这是互相尊重的 对 这是互相尊重 那不要这么离谱的讲 一般我觉得就算是一些国际品牌 美国品牌 他服务可能比较好的那种酒店 他们都是希望跟员工是 把员工当人 比较当人看 然后你也去把客人当人看 那你也会期待客人把你当人看 这是相对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期望每一个员工 要独立判断的能力 我想这点很重要 中国服务 我常常觉得问题就在这 因为服务业在面对的这个状况 是千变万化的 你永远不知道 你今天来了一个客人 突发的什么状况 永远不知道这间房间 出了什么问题 那永远都是要前线那个员工 要有第一时间在现场 他要有一定的权力 跟判断力 知道该怎么办 假如你是纯军对话教育的话 他会失去这个判断力 跟自主的权力 但这种文化问题 确实很有意思 你像猴哥现在都闹不清 你是台湾人 还是哪人了 我比较认同 我是北京女婿 北京女婿 对 所以他现在在大陆到处看 你说你在山西还见过 比这更火爆的 比这个更规模更大 而且编排的更好 我刚看那个片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唯一缺点 没有好配乐 音乐人 这么激动的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好像是红色娘子军 或者是什么革命之歌大歌舞 这种感觉的场面 音乐配的太软了 你还想跟他们配乐去 但是你不觉得 有人说这是洗脑 这是奴化 奴化教育 你没从这方面想吗 我见了很多 八十年代初 我在日本见过 就这种企业文化 但没有那么夸张 就日本人就是说把人当 他不是当奴性 他是另一种 他是觉得 我觉得他是把人当螺丝钉 对 就每个螺丝钉 你们都站好了 知道你叫什么吗 螺丝钉 行 那么他就能保证 他那个品质 对 那么 我在台湾见过 台湾跟我们这东北范儿的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台湾怎么样 那么台湾是模仿日本人的 对 你比如说 你进了任何百货公司的时候 就是说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特别的枪叫 是 我学一下 特别枪叫 欢迎光宁 对 我觉得我学的比你更像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然后在门口那些带着礼帽的小姐 欢迎光临 是这样的音拔上去 欢迎光临 你说在我妈是保定的 后来我听出怎么 台湾人说的有保定味 欢迎光临 咱们是这样广告 腔腔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灵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汇软酒精 年份丸江 五井贡酒 二十六年 八十个城市 一百座家居墓 有家就有红星梅凯隆 新起点 新体验 全球家具 拜冒时代 创造改变世界 世界因我而不同 四特酒 酿酒 东方神韵 四特东方韵 你别说中国 台湾这个这个 还是日本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你这是一种啊 可能是很深的人类的一种 什么心理 苹果 我看过一个文章 你知道在美国呀 几万个年轻人 就苹果门店的员工 对 是收入极低 比一般都低 而且呢 升迁无望 根本就 你也不甭 甭甭 主要的升迁 就在苹果的门市店 但是呢 应征的人 不得了 不得了 特别多 后来他们就 就说苹果有这个 专门搞企业培训的 你别看美国人 也贼着呢 他就说 我们的手掌都拍红了 对 他有个仪式 让你每一个员工觉得 我能到苹果门店里 做一个 那是太光荣了 太 所以说 教练 学生 这个经理 欢迎你来啊 持久 跟当年给斯大林鼓掌一样 你这么后 掌都拍红了 是假 苹果专门店 他还有个心理学 你看他讲啊 他说 有些在社会当中 心理极度自卑的人 你让他感觉到一种 集体的荣耀感 温暖感 觉得我们是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里 哎呀 你是光荣 对他来说 他就这种能量 就能够使他接受低薪 还觉得特光荣 但我觉得苹果是最糟的 我很讨厌苹果 这个文化 这个 他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是出现一个问题 其实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尤其美国也很严重 就是他的年轻人的收入 是普遍在下降 是 就是以前的时候 你知道一个年轻人出来盖活 你现在收入低 但是这个社会给你一个期望 我会爬上去 但现在这个所谓上升了 这阶级上升的 这个流动开始 机能换散掉 坏了 那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做一些 临时的 兼职的 不长久的 没有将来的低薪工作 那苹果在这个大的经济环境下 他用什么东西来吸引年轻人呢 但是说 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很好的薪水 没有什么很好的前途 但是我让你觉得你很酷 真好 对 他是利用一种企业形象 苹果整个东西是卖酷嘛 对不对 不只买他的消费者 觉得买了他之后你很酷 就连那些店面收取那么可耻的薪水 那么卖力工作的人都觉得这没关系 我酷就好 我觉得是一种很糟糕的 那至于侯哥刚讲 日本的那种 就其实富士康就这样嘛 军事管理嘛 就是学日本 学过来的 从日本到台湾到大陆 就经过台商扩散 然后现在连酒店管理都这样 但这个我觉得也有个问题 就日本当年那一套军事化 他也有他的一个社会背景在支持 但是来了之后就没有了 那个社会背景是什么呢 就当年的日本的那些大企业 他的员工也都是像军队一样 来给他卖力 但是问题是 他当年他的大企业有能力 照顾你一辈子 基本上那时候很少吵人的 那是个铁饭碗 对不对 你到了松下 你到了索尼 那就是铁饭碗 他不只照顾你一个人 你结婚了 住的是公司给你的房子 生孩子去公司的幼稚 就像我们以前中国的大院单位一样 他是那么搞法 所以他用军事化管理的这种方式训练你 我觉得他要有报酬给你的 是相应的 但现在这边你能相信这些饭店或者是富士康 他会答应你这些东西 给你这些东西吗 他不会 他只是把你当军人 但是不给你一个军人的报酬 我觉得就是刚刚你学的 我学的 就是说欢迎光临这个事情 那么同样的这个字 那么在日本 那么他是大街小巷都这样子 很自然 那我在台北的时候呢 当我听见就是说穿得很漂亮 戴着一个小红帽 规规矩矩矩 一直站在那个电梯口那 一站就是八个小时 一直多少人进来都是欢迎光临 那么我觉得我有点尴尬 我有点不敢看他的眼睛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不平等 我觉得这个事情变味了 没错 真的是 在日本的时候呢 我不会觉得说 那个说欢迎光临的那个人 那么跟我是不平等的 在日本好像喊的是什么 或者是小女孩子喊的比较轻松 我觉得好像这个是很自然 那么这里面没有说是高低的分别 你讲的很 但是我到台北的时候 我在台北当他说这个欢迎光临 然后绅士的鞠一个公 然后我眼神不敢看他 我觉得我们俩不平等 你讲的很深刻 我跟你说 我觉得中国人呢 骨子里都有一个奴才 我们几千年呢 是这种尊卑 你看啊 西方人啊 哪怕是什么服务员啊 我老实说啊 我老觉得他们是梗着脖子说话的 你知道吗 他服务 你看最近有个英国电视剧 挺火的叫唐顿庄园 唐顿庄园 你就会看到他一个管家 一个服务生 他是个职业的尊严 在人格上啊 是平等的 他这个这个贵族是贵族 他管家有管家的这个人格 中国人你发现没有 我就说 所以呢 我唐顿庄园 我觉得我想补充一下 你看里面有一些 那是当然很英式啊 就我觉得中国人也许有别的方法 就他的老爷叫这个管家的时候 你注意他叫他怎么叫 他不是叫小名 他不是叫他的名字 他不是叫first name 别是他可能叫做James詹姆斯 他不叫他詹姆斯 他叫他叫Mr.Thompson 必须叫个Mr. 他要叫他的姓 什么先生 就老爷叫管家 你给我倒点热水来的时候 他会说什么什么先生 帮我加点热水行吗 然后呢 他那些管家呢 他里面还出现一些细节啊 就这个我也见过 英国那种老管家 穿的西装壁挺 很神气 你几乎觉得有时候 他比这个老爷还神气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他甚至会让一些年轻的 这种还不懂世面的小贵族啊 觉得不太舒服 但他太威风了 那是他们有个印象 就觉得你的服务 帮你家干活的人 他是什么样子 他出来是什么气派 就说明你们家是什么样子 是什么气派 他的尊严是你们家主人的尊严 你看这也是一种家庭文化 哪都有文化 咱们现在看看猴哥 刚才预告的 给我们带来的新文化 新的动漫文化 这个宣传片 一只身材矮小的鸡鹅 冠军 一群呆头呆脑的同伴 为不靠谱的导师 你真是冠军 那是 我家里的奖牌数个都赎太多了 竟想挑战 诺斯比亚雪橇比赛冠军 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 事单力薄的他们 将如何捍卫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靠运气 更要齐心协力 火炉露冰雪大冒险 3D动画电影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艺术节 同时也是个没有门槛的艺术节 街角 公园 教堂 咖啡馆 在八月的爱丁堡 随处都有可能邂逅戏剧 走在皇家大道上 在幕布辖街的同时 您也成了整场演出的一部分 到爱丁堡去看戏 星光大剧院 星星日 凤凰卫视中安台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 熟知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 熟知仙 风公伟业 传后过 悲酒臣服 江山地 低醉酒度 风骨酒亡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门湖海口多季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刚才你说这服务啊 这个他讲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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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卑啊 平早 对 深有感触 我可以给你看几张照片啊 挺挺有意思 那么看这个 这是什么呢 2005年10月初啊 武汉还有个叫三国英雄酒店五大分店 这是什么名啊 这员工在拜关公 然后呢一起背诵酒店自编的中意三国英雄人啊 这个酒店负责人解释说呀 拜关公是我们的这个企业文化 然后你再看下边 下边 这是干嘛呢 这是这个南京水溪门大街一家法郎 在培训新的员工 男女二十多名单膝跪地 向路人问好 你说大街上大街上 他弄这个 你再看下边 这是呢 这个武汉因为给一名顾客倒茶不及时 这个18岁的女员工啊 被当街罚跪 两个小时 而他的店长认为没有带好员工在旁边陪贵 离谱离谱 太离谱了 这个 这太不像话了 我觉得这中国人啊 就你刚刚说尊卑啊 我们喜欢有 或者说奴性 我其实觉得不是这样 中文不应该是这样的 就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日本怎么样 英国怎么样 其实中国过去也有中国一套的所谓的店里的代客之道是怎么样 你比如说你看旧小说啊 你注意一下 就从《喉咙梦》里面 里面有一些人物 我觉得形象 你想到就出现 就是什么人 就是家里的用人 跟管子里的唐官 店小二 为什么他们形象那么鲜明呢 是因为你发现他们那种运筹帷幄 他们掌控场面的能力 他们的进退 应对 其实以前有中国自己一套 就我举例在台湾跟香港啊 都还看得见 一些老店里面啊 尤其香港一些老茶楼啊 你去饮茶 广州也是 你去饮茶 你们注意到这些所谓的唐官是怎么样的态度 他对你不是那么的卑躬屈欺的 他甚至会不客气的 他是怎么样 他是你叫这玩意儿 这不行我跟你讲 别吃谁 对不对 他有他的一种老文化 然后呢 他跟你有种老式的关系 就中国过去的所谓的服务 并不是像这样的单期下跪对接怎么样 没有这些 我觉得是整个东西被摧毁了 那么我记得我侯哥来北京来得比我早 就以前来北京 我们最喜欢笑话 就说什么国营商店那些大妈 那是那是后来讲同志式的服务的晚期 但以前中国有套老东西 并不是这样 我们并不是出个出名材服务的地方 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这样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服务生 好像年纪很大的人 对 他是很有味道 然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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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